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距离苹果15的发布时间也是越来越近 我们身后所处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苹果跟华为的二手机最近行情如何 今天我们先找到这位江苏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有所卡提机 12pm95成星 128g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拿货行星呢 是在3400左右就能入手 A14的处理器 犯正如今 性能依旧够用 屏幕配备的也是6.7寸的二维楼一粒屏 3687mAh的电池容量 正常续航一天完全没有压力 手上这台也是为深圳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苹果12卡贴128g的机器 外观成色95成星 但是机器非常不错 电池效率100品质非常不错 目前市场拿货行星呢 是在2400到2500左右就能入手 配合eSIM模式 信号稳定支持5G 处理器配备的也是a14的处理器 6.1寸的二维楼一地刘海平 手上这台有所卡贴 全新为激活为使用的14plus呢 也是一位上海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最后粉丝关注我们半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对我们也是非常信任 自己手上的苹果8太小了 然后电池呢也是不够用 所以也是想换一个屏幕大 续航稍微好一点 价格合适的机器 128g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星呢 是在3700左右 手上这台有所卡贴 苹果11呢 也是一位北京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这位粉丝关注我们半个多月时间 对我们也是比较信任 所以想入手一个备用机 64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星呢 是在1400到1500左右 手上这台机器品质非常不错 电池效率100充电仅仅只有两次 芯片搭载的是a13的处理器 6.1寸的LCD屏 手上这台是一位上海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妹的30polo 5g版本256g的机器 九层性 市场拿货行星呢 是在2900左右就能入手 麒麟990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支持鸿蒙系统 屏幕配备的是6.53寸的刘海屏 4500毫安的电子容量 正常续航一天完全没有问题 一千多的预算 想要入一个5G手机 我们成为这台华为noa6性价比相对来讲也是不错的机器 5G版本8加128g的95神星 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13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搭载的也是麒麟990加巴隆5000的处理器 屏幕配备的是6.57寸的直面屏 后置4000万的像素 电子容量也有4200毫安 华为mate40polo这款机器呢 也是华为机器里面 算是中高端机型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5G版本256g的95神星 目前市场拿货是在47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呢 采用的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支持5G鸿蒙系统 屏幕配备的是6.76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5000万的像素 4400毫安的电子容量 放在如今拿来当主力机 再用个三四年依旧没有任何问题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保时捷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 还支持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限磁吸双击触摸亮屏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 高清大屏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 也是目前华翔北比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无限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e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e 支持空间音频音质也很棒